哎现在呢 哎好多了 好多了 你是重新说 变事件局怎么的呢 就是买了摩托 然后交定金嘛 交定金 它是一款新车 现在 然后交定金之后 两周跟我约定的是 销售跟我约定的是两周交车 然后两周之后 他交不了车 他没有 他的新车没到货 我说那你去我定金 我去别地方买 他定金也不退 车也不交 然后那我就投诉这办 我去事件局 市场监督局投诉 投诉的市场监督局 说管不了 他只能协商 然后协商 他说他是根据什么 他给我的理由是 他给我的理由是合同法 说我们这合同法 不属于他们的管理范围 然后我就去查这个事 你的合同 你的合同上面是咋写的呀 没签合同 只有微信上聊的跟他销售 那你这民事纠纷吗 你这不一看 但是我查了 就是你口头的约定 口头合同也是有法律效益的 对有一定法律效益 但是你得打官司了 那就得 不是说调节也好 民事的话 民法典 民法典也属于他 那个事件局的官员范围吧 不是 你打上官司 请上律师走的就不是协调 你个人过去走就是协调 明白吗 他之前的官局不是有执法权吗 执法权 他不能在你法庭没判之前 直接给你执法 只有很明显的 没有任何白色的骗钱跑了 或者是什么 直接 就是很明显 即将违约的这种行 但凡 就是 他能滚刀说出一句来 你俩都得打官司 你得先找律师 至于上不上庭 两说 你走了法律途径 找了律师 你才叫走法律途径 否则的话 你只是等于 等同于线下求助 因为人家的这东西不是给你 调节是调节 他可以 执法的话 要依 你看这评论 给你打吗 要依法执法 不是依你说的执法 是依法执法 我看到那个民法店 有条例规定 这个合同的 对 所以我不用看条令 关键是 你不是你看完条令判的 是走完法律途径判的 你有没有听不懂人话吗 哥们 不是你说 你说 我现在就跟你这么讲 张三就算刑法里面写了 杀人是犯法的 你也没有 你也没有权利 直接现在给人判 你也得等法庭判完了以后 再执行他死刑 听懂了吧 是有流程的 不是说你看 你看这不明明买这位法 那事 对上不就是案例吗 当场给你判了 我知道 那那世间局 他这个权限是什么呀 世间局 我告诉你 他是这样的 在管这件事的时候 只要对方明显 没有任何能够开拓东西 比如你有合同 黑纸白字写在这 人就可以直接给你做了 你不没有吗 就是 就是我们流行纪录 不应该也算出一种吗 你算不算 那就得 不说了不就对 你得让法律给你走 你算还是不算呢 那我很简单 哥们 我现在注册个号 叫大头鹰摩头 咱俩聊完天 转完账 完了 这边你找事件局 光就给我判了 是我的号吗 是啊 他联系到那边 你说是就是吗 你这么人话听不懂吗 哥们 我给他提供那个证据了 你提供的证据 人家事法院们 直接给你判了 直接跟你说 阿金你提供证据 这就他 跑不了 他这边不能立案调查吗 你妈你跟 立案调查 你不也得先找律师 走法律程序吗 哥们 你俩这不是民事纠纷吗 行是啊 你进屋然打掉 你腿打折了 那个管的这个 他不能立案吗 他不是有执法监督权吗 傻逼 我他妈跟你漏不了 犯 犯犯 犯犯 犯犯犯犯了 好吧 该 你存他妈傻逼 是法盲吗 你这不是 这找律师就完事了 磨磨叽叽 这不是吗 那不是明摆的 操 那那要法庭干啥呀 掰他啥呀 你直接就他妈 你直接翻民法典 翻完了以后 你直接掰他 直接给你判了 完了吗 世间局监督管理的 是人家市场上的行为 管你 你不得找法师 找法师吗 找律师吗 存傻逼 就你们这帮人 就你们这种 能个国内活着 活这么大 还能买起摩托车 我就每当初 你们这种傻逼 我就认为国内 是真牛逼 真的